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跟阿干约来飞掉旋载 我今天打算来拍飞掉旋载的教学影片 结果阿干碎过头了 所以我今天没在脚架 那我们之前的影片有介绍过很多飞掉旋载的技巧 那我们今天稍微把它统整一下 六个小技巧能够让你轻松飞掉旋载 哪六个小技巧呢? 第一个装备的选择跟直线的选择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不经下雨 第三个是甲头毛锅的弱 第四个是抛头技术的小技巧 第五个就是不练战 第六个就是微风最咬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讲装备的选择 那通常飞掉旋载的装备是3到5号 如果你想要拉爽爽 那可以用3号 那5号的话是最刚好 因为5号它如果有风的时候 比较容易抗风 然后再抛这个仅12以上 仅10、仅6、仅8这些大毛钩的时候 5号杆会比较好抛 比较好带动 那3号杆的话 我个人也蛮喜欢 因为拿起来轻便 但是它可以搭配的毛钩 就要在仅12以下 会比较好抛 然后在有风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选择什么 5号杆会比较好抗风 那关于剑缩线的选择 很多人就是在这个 飞掉卷仔的剑缩线 常常会因为后抛的过程当中 后面去打道 然后会磨损 然后直接钻交 我们通常在钓卷仔的时候 因为它是水表饵 鱼吃到之后要钻下去 去钻到洞里面去 当然它会钻 要钻到洞里面去磨到石头的 居力其实也不是很高 通常都是后抛的时候去磨到 那你当你的线有耗损的时候 你记得要换 第二个小技巧 就是什么 不要惊吓到鱼 很多人在这个 钓卷仔的时候会打龟 通常就是 你就惊吓到鱼了 我们假设 我们现在是往上游走在钓的时候 我们在做钓fly的时候 那我们如果到达标点之前 我们一定要放慢我们的速度 尤其是很多的那种标点是 一个弹区 然后衔接了一个什么 类区 一个极流 那很多人想说 我在极流区又没有影响 这里就走得非常快 事实上极流区 就躲了很多的小卷 跟类区 那你走得很快的时候 你的声音 吓到这些小卷 这些小卷往上冲 也吓到你等一下做钓的弹区 所以我们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能够走陆地 就尽量走陆地 不要走水里面 因为水里面 你只要有稍微的动静 都会惊吓到卷仔 那它就比较不会咬了 这是一个 这个不惊吓鱼的一个技巧 然后再来就是 鱼的它的视线 通常是 你站得越高 然后它越容易看得到你 所以我们靠近标点之后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心放低 去做抛头 甚至于躲到石头的后面 这样子鱼比较不会惊吓 原来上卷仔是非常 摇跪的一种鱼类啦 你只要不要让它发现的话 有东西落水它都会吃 这边过得去吗 那我到上游再过好了 嗯 阳琴卷还不错啦 一小鱼起来抱 一小鱼起来抱 小犬 这种环游区就是会躲中小犬 走 走 四十几吧 它就躲在那个树下 然后我挂在树叶上 我拉一下掉下来 它就 就咬了 因为本来我有看到 浮在那边啊 好 四十 四十左右啦 那我们讲第三个部分 关于甲虫毛钩的落水 砸水砸水 其实我听的是 真的觉得蛮好笑的 不叫砸水 叫落水 那落水又分很多种哦 我们有安静的水域 跟急流处 跟水流烧快的 假设你今天是在安静的水域 你用力的去砸水 用甲虫毛钩去砸水 这个鱼都吓跑了 还会吃吗 通常这个时候 自然落水 力量就不要太大 那如果我们今天是在急流区 因为水流的原因 本来声音就比较吵杂 如果我们落水 还是自然落水的话 鱼 除非就在你的下面 在急流区的时候 我们会刻意加重 甲虫毛钩落水的声音 我们可以用毛钩的大小来 可以用大号一点 也可以用技巧来克服 那我们在賴区的时候 可能就要比急流区 怎么样更小力一点 所以并不是什么砸水 随便都乱砸 砸下去很多鱼都被你下光了 根据你的环境来决定 那卷仔呢 它是属于机会主义者 它在大自然里面 有东西它就要吃 不管是东西掉下来 果汁掉下来 树叶掉下来 昆虫掉下来 它都会看一下去吃 所以我们是 甲虫毛钩是利用 鱼的反射去钓它 好 那我们接下来讲的 就是 第四个部分 抛头的小技巧 常常之前看我的影片 我会这样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其实我都是在根据标点 如果我到达这个标点之后 我会看我站哪个方向 我比较容易抛到我要的标点 然后我站的方向 后面是不是有后抛空间 所以我们这个 飞钓旋载跟路亚不一样 路亚我站在这边 不用考虑后抛空间 但是我钓旋载要 我又不能在水面上用滚抛 去下到鱼 所以我常常会 唆唆唆唆唆唆来唆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要去找到 适合我站的位置 才能够抛到我一样的标 好 那再来就是 第五个就是不练站 很多人在同一个地区钓 钓很久 然后发现怎么鱼那么多不咬 不咬就是你吓到它了 你在那边待再久也没有用 除非你离开半个小时后再来 它才会咬 所以钓卷仔跟钓汤里一样 都是走出来的 你这个地方不咬 不要练站 赶快走 然后走的时候 一定要像我刚刚讲的 到我的标点区的时候 要放慢脚步 跟小偷一样 能走路地就走路地 不要走水里 真的路的 要走水里的时候 就放轻脚步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第六个小技巧就是所谓的 微风时最咬 为什么微风时最咬 风很大的时候 我们很难拋 那微风的时候 水面会产生一些涟漪 那相对性 卷仔能够看到你的什么 几率就变少 那以上就是我们 飞钓卷仔的六点小事 让你轻松上鱼 准备回去了 旁边就是我刚刚一早讲的阿干 跟我约好时间 然后突然间打电话来说 他睡过头 我睡过头了 我本来以为是你们两个人要来 所以我今天本来不打算钓 因为三个人就不好钓了 所以我就没有带脚架 我想说我来当摄影师 结果现在剩两个人 所以我就下吊了 阿飞他家里有自己 对哦 阿干今天摇很多下 摇很多下 一只都没有起来 我今天还好没归啦 水真的是很大很难钓 今天水真的大 好啦 那我今天就在这边了 我们开头讲的那个 飞钓的六个小技巧 让你轻松上这个卷仔 好啦 结果也太长了 OK 拜拜